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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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早會開始了 看到美國昨天三大指數都向好 最主要的原因是十年期國庫債券知息率 回落1.4的水平 市場也憧憬 之前1.9萬億的紓困方案 現在已經通過了 眾議院通過了 現時來說 亦遞了參議院審批 市場憧憬整體的經濟復甦情況 比預期更好 昨天也有些美國公佈業績不差 例如Zoom這些 所以看到美國整體的三大指數都向好 道指方面升了603點 31,535 S&P也升了90點 3,901 至於納資方面 升勢更明顯 之前的股額比較沉重 昨天反彈了近400點 升了396點 13,588 看看場外期貨行指 有機會今天高開 200-300點 到29,600點 這些水平 今天的 agenda 就在這裡 這裡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繼續說回北水 北水方面 其實昨天的淨流不算很多 大概是8400萬左右 但也比之前好 大家還記得 上星期五是淨流出的 76億 所以昨天開始有些資金流入 希望情況繼續持續 那流入方面 就有幾大公司 最多流入的公司 稍後也會說說 它的技術走勢就是941 昨天流入的資金 有11億 至於騰訊方面也有 資金流入多了一點 昨天有3.6億 港交所近期的跌勢比較明顯 但昨天北水流入 就留意短期走勢 有機會反彈了 昨天就要求7億 金流入 至於30000 始終兩會 都快要開幕了 大家都憧憬新經濟 一些新能源的政策 會不會進一步 提交出來 昨天的玻璃協音 也有近4億二錢 中心方面也有3500萬 兩會方面的內容 會在星期四的組會 跟大家說一下 有什麼板塊和過股值得留意 還有一些 資金流走方面 最主要就是三大公司 美團 昨天有4.2億錢流走 至於小米方面 也會說一下技術走勢 近4億錢流走 這也值得大家留意 因為如果大家繼續去聽 小米其實流走的情況 都比較明顯 若明新聞2269 昨天流走的資金 有1.1億 這裡就是恒指走勢 恒指走勢方面 可以看到 維持了一段時間 其實支持力 在2萬9500 這些水平 上星期 跟大家說 當然失手了 但技術形態 未說是很惡化的 大家看著這個日線圖 其實之前也跟大家說 其實去年的9月底 到現時為止 就形成了一個很明顯的上升軌 其實底部還有一個支持 如果今天還有一個反彈的話 似乎初步在2萬9000 2萬9500 這些水平 是找到一個支持的位置 所以繼續看看 未來幾天的走勢 都是以上升軌 作為基調的話 似乎形態上 未說是進一步走弱的 另外會說兩間技術走勢 剛才也說了一點 就是小米 後面也有中國移動 小米方面 其實走勢 你看到是走弱了 因為下降軌 其實就形成了 在今年的年頭開始 在今年1月創了高位之後 你會看到它不會放越下 下降軌 也比較明顯 當它每次反彈到$31 這些位置 都失敗了 也會有下降軌 在下降軌的底部 有機會反彈 所以 近期來講 ATMX來說 它也算是落後 大家 如果真的對它 還有興趣的話 似乎是一個 比較短線的部署 在$25 這些位置 作為買入 但反彈方面 如果真的 以這個技術形態 它就未必會挑戰到上次高位 你當作$30 這些位置 都會有頂一頂的 另外 中國移動 中國移動 其實之前也有提及過 上兩個星期有跟大家講過 整體的中資電訊股份 第三季的業績比較 現時來說 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 形態是不錯 而且 也看到中國移動 整體的技術形態 其實已經突破下降軌 這裡也能看到 而且成交方面 當它突破下降軌之後 MACD配合 RSI配合 以及成交 其實也有上升 剛才說了 昨天是北水流入最多的股份之一 所以形態上是不差 它還未說 什麼時候會公佈第四季業績 但是似乎 在這方面 上年全年的業績 大家都覺得不差 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大家看著 上年三大的中資電訊股份 第三季業績 其實表現都比預期好 股價馬上有一個反彈 當中有一個部分 就是互聯網服務收入 這方面 其實產業的收入 上年的年中 它們的增長 都是有5%至55%不等 其實都是比較多 互聯網服務的比例 其實也提高了 這個收入的增長快 隨著下半年 其實整體5G和今年都是 5G的應用鏈 其實都多了 其實有力 整體的業務提升 所以 希望業績如果不差的話 有機會挑戰 就是六字頭這些位置 這些就是個股的新聞 大家可以看一看 賭收 昨天也是有倍性的情況 但要留意去年2月 2月中 不是去年 是2019年 那時候2月 其實整體澳門 是有14至15天的停業 因為新冠肺炎 所以其實基數是很低 所以有個配性 其實也不奇怪 你會看到 按月也有個下跌 那今天菜生藥業 6600 今天會有個套餐出來 大家要留意 今天有暗盤 還有三間公司也有個別消息 大家可以看看海底路 那也是有個上年的盈利預測 那盈利下跌九成 但是進入了藍籌的新季之後 那似乎資金追訪情況也不差 那再頂 那9688 那這裡是一些收入情況 那還有國美 看看大家有沒有 因為它昨天公布了消息 那有個配股消息 那跟昨天的收市價折讓大約15% 那今天最主要想說一下就是恆子公司 在恆生指數 那之前也有個諮詢的建議 那之後有什麼總結呢? 那這裡就是一些結果 那就分了 最主要就是列入五大 那就是恆子成份股的數目會增加 去到明年的年中 那也會增加到80隻 那之後的最終目標就是 去到100間恆子成份公司 那還有行業方面 那其實現時來說 就分得比較少 那其實就 之後就會叫做 更加是 集中了在某七個行業 那待會也會講一下 那還有這裡也有個目標 那待會也會掩蓋 就是它那個market cap的 那個的 掩蓋是怎樣的 那還有就會放寬了上市公司的 那個的歷史要求 那以前上市也都要在一段時間 才可以是做恆子成份公司 那但是現時來說 那就是三個月就可以了 那這裡是其他公司的一些 的資訊意見 那這裡就是 有少少對現時來說 例如騰訊和有幫不利的 原因就是本身現階段 其實他們的cap有10% 但是之後對所有的恆子成份公司 那個的上限 就是去了8% 那個別 剛才也說了騰訊和有幫會有些 的比重可能會下降 那至於之前上市的 例如第二上市公司 或者同股不同權的公司 例如阿里巴巴、騰訊等等 那其實他們的股權 其實上限就提高了 那對他們反而是有利的 那繼續下降 那剛才也說了 就是之後恆子成份公司 那整份股就會分成七大行業 那這裡就是七大行業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最主要是想說這幅圖 那因為現時來說 恆子的成份股數 52隻 那之後會增 首先去到80間公司 那這裡就有說 究竟有哪些行業 其實現時來說 應該要再歸納 一些下去呢? 那這裡有寫的 那例如這裡 框住,例如當金融股先 金融類別其實現階段 有十一間公司 是在恆生的成份股當中的 那之後就是大約只有十隻 就是它的初步假設 那所以看到有機會有一隻 就踢出去的 那倒過來 我現在用紅色線 框住的五大行業 包括IT 一個消費 地產 其實這個都要的 但是增加公司的數目不多 意思就是說 尤其是好像在一個消費股當中 其實大概有十一間公司 就是列入去的 但是之後會增加到二十間 所以之後幾張 slide 都會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有哪些公司有 potential 就是進入去 就是之後做藍籌的新櫃 其實消費股當中之後的比例 或者列入去的數目 就會增加了多少 而且他也有說 就是這個什麼五十呢? 意思就是說整個行業 其實現時來說 恆生指數有很多小的指數出來了 例如 恆生服務業指數 或者恆生公用事業指數等等 但是那些其實本身的認受性不高 但是裡面來說 其實都列入了很多公司裡面 那麼他們的市值 之後其實就希望 列入去的市值 是他們加上市值的一半 所以簡單來說 就會列入更多市值大的公司進入去 那麼繼續說 剛剛也說了 現階段其實 香港列入了恆生指數公司的IT 原來就不是很多 那麼剛剛也說了 現在大概四間而已 之後有機會增加到十間 那麼這裡就是有五間公司 給大家參考 之後會有機會列入到恆生指數裡面 那麼這裡就列入了五間 其實頭兩間列入的機會比較大 那麼我這裡篩選的條件 就是考慮幾大因素的 第一就是它的市值 第二就是它的流通量 第三就是它每一天的成交金額 那麼快手和京東 列入去之後 資訊科技業的行業裡面 那麼機會就是比較大的 那麼所以就進入藍籌的機會 就是比較 就比較高 大家可以留意 那麼第二就是 地產建築業來說 那麼這裡也有說 這裡也有說到 有機會列入兩間 那麼所以這裡也列出出來 那麼現時來說 參考市值和成交額的話 有機會融創 以及之前被剔出的太古地產 那麼中國恆大的市值都大 但是要留意它的成交就不算很多 那麼所以如果大家說 已經我想起 就是在這段期間的 想留意一些有機會之後 被納入藍籌的公司的話 那麼大家就可以看著 好 那麼剛剛也說了 消費類別 其實之後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增加的 現時來說 其實11間之後 其實恆生公司 希望增加到20間 那麼多 還有其實昨天的公告當中 它也有說 必需品的消費類別 其實佔比很少 所以其實如果現時這幅圖的話 紅色的框框就會更重要 那麼因為它也說了 說 比重比較少 還有它也有提及之後 列入的公司是會 希望有9間 到20間 那麼多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這四間公司 當中包括 就是 勞夫山泉 飛鶴 華人啤酒 以及 二海國際 另外 綠色的 因為它是非必需品 所以 都有機會列入參考 他們的市值 但是 未必這麼快 大家可以作為參考 好 還有另外兩個行業 都會有一個明顯多的籃籌公司 會再加入 就是醫藥的 醫藥公司來說 剛剛 列入了阿里健康 京東健康始終上市的時間不夠 但是其實現階段 剛才也說了 它上市的時間 其實都說 都會縮短到三個月之後 就已經是有條件 被納入籃籌的話 那麼京東健康在下一次的 review 有機會就是加入下去 還有其實它現時來說 市值 還有每日成交金額 都是多過阿里健康 所以京東健康 似乎那個走勢 或者之後被納入的機會 就是大增 還有其他公司 大家可以參考 當中包括 八制神舟 和順達生物 至於原材料 這些方面 其實 市值過千億 就不算很多 所以這裏就納入了頭幾間 包括順耳光能 順耳玻璃 以及復星國際 所以這裏就能夠提供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以上提交公司 就有京東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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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向益 最好 謝謝 儘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